南投县政府教育处结合国立近南大学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 以及县内各国中小校长及老师 办理行动论坛工作方 南投教育未来是研讨会 希望借由分享 能够找出最适合南投县教育发展的方向 进而能够让南投教育工作 可以更好地来推展 跟我们南投的这些校长 这些主任这些教育人员 也共同地来思考跟讨论 如何美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乡土当中 能够呈现出属于我们南投的这些风土 民俗 人情等等这方面的一个美感 所以这样的一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论坛 我相信对于我们南投县政府 对于我们南投县的这些教育 中小学的教育来讲 进一步的去思考跟想象 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想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县议员陈宇军表示 这次的行动论坛讨论的议题有很多 这都是攸关南投教育发展 未来的重点方向 透过论坛也可以让学校的老师及校长 更了解未来教育的走向 也建议南投县政府教育处 可以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并且让家长也可以一起来参与 落实南投县教育发展的推动 那我想呢 这里面有今天有很多题目 都是我们南投县在教育发展上面 很重要的议题 包括说怎么样在农业发展的过程 去重视到这个永续环境的环节 包括说我们怎么在南投县 推动我们的双语教育 特别呼吁我们南投县的教育处 那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未来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空间 让更多的老师 或者是有兴趣的一些家长 共同来参与 那也能够提高整个南投县 对教育的一个关注力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县府教育处 结合京南国际大学 在南投县巡回办理 南投教育未来市研讨会活动 将新的教育理念及示威 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来了解 进而能够让教育结合地方环保生态 产业等方向来规划 帮助孩子们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记者陈伟一 普立真采访报道